债务如山中共,恐引爆世界经济危机惊人大反转,日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撰文称,中共或将再次引发类似2008年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。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认为,出现类似2008年那样,捐迹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出现,也不是全球危机。事实上从川普上任后,美国经济快速增长,一反过去十年低增长常态形势,或出现惊人大反转美媒报道。 川普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,美国经济今年出现罕见高增长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放言,若中共继续报复美国美国,也不会退缩。 张家敦中共,引发2008年全球大衰退美国律师、作家、电视评论家康乃尔大学、法律博士张家敦,7月16日在美媒政治外交性杂志国家利益,上传文说, 2008年,中共通过它的重商主义政策,累积的贸易顺差和阻止中国人民手握现金的政策,制造了全球洪水般的流动性,压垮了美国监管系统,从而发生全球经济危机。 实际上,中共并没有逃过2008年危机,只是将危机推迟到了现在,看起来中共将再次把全球经济带入衰退上一次。 中共依靠大量发行债务从危机中成功脱身这一次,它背负的大量债务将让它成为最大的受害者。 中国债务与GDP比例惊人表面上看,中国经济还不错。 中国周一国家统计局报告第二季度计,GDP增长6.7%比第一季度稍微放缓。 然而张家敦表示,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,根本在于中国的债务增长太快。 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,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1.5倍。 如果官方GDP是准确的话,20-08年中共通过史上最大的刺激方案,推迟了危机。 在2009年之后的五年里,中共发放的信贷,大约等于整个美国银行系统的资金规模。 而且这股信贷狂潮,一直在持续着使中国积累了巨量的债务。 根据彭博社消息,在2008年中国债务与GDP比例是141%到去年中期,这个比例膨胀到256%,如果考虑影子银行系统的隐性债务,这个比例将更高。 香港东方资本研究公司的克雷尔,安瑞·康利尔说,如果考虑影子银行债务,中国的债务与GDP比例大约是400%沉重债务,将拖累中国经济增长。 特别是许多投资效率低下中共领导人,试图通过发行更多债务来解决问题。 这个策略在上世纪90年代可能有用,但是现在债务已经如此庞大,以至于它在放缓增长。 动摇信息,另外去年10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中国可能遭遇民司机时刻,他指的是资产价值大崩溃的时刻。 许多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危机一个又一个。 民调显示,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中国富豪打算离开中国危机可能发生但不在今年,也没有那么恐怖阿波罗网。 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认为,张家敦的言论有些夸张,今年不一定会有危机,即使有危机也不会是全球危机。 因为现在川普的贸易战就是要与中共切割,中共本性是掠夺债务不行了,他会在房地产税上捞钱。 中共正在准备推出房地产税,从美国这方面而言,川普把握得很有分寸,他不会搞什么世界金融危机的即使有,他也要先确保美国不受什么影响。 尤其今年是中期选举川普,肯定要保持经济强劲,这样共和党会赢,而且像2008年规模的金融危机了,可能不会再发生了。 虽然会有危机但是没有说的那么恐怖。 美国经济大好,你继续减税。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,Larry Cardillo,周三出席财经电视台CNBC,在纽约举办的Delivering Alpha会议上表示,从川普上任后,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,已经一反过去十年的低增长常态。 他表示,随着更多减税政策的推出,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接下来会有一到两个季度,超过4%,是20年内罕见的经济高速增长。 美国经济增速现在达到3%,可能还会有一两个季度,达到4%库德洛。 告诉CNBC,战事好事会新增数百万个工作库德洛,进一步表示,继去年川普政府实施的减税法案后未来考,略相继推出更多减税政策。 作为经济增长计划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普遍预计,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接近4%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为2%,通常第一季度是每年中的最低值。 在川普2017年第一年任期内,美国经济平均增长2.3%,川普政府迄今采取了减少税负,增加支出和减少监管的组合策略,力图使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后的疲软状态。 库德洛援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表重申,眼下没有衰退迹象,而美国经济形势良好。 副总统彭斯,若中共报复,美国不会退缩。此外,美副总统彭斯,Mike Pence,7月16日救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,在美商务部发言彭斯强硬表示,如果中国拒绝公平竞争,并继续报复美国制造商和农业他们的领导人,应该知道美国不会退缩。 彭斯强调,我们的决心永远不会动摇我们,将继续采取有力行动,保护美国工人直到中国中共改变方向。